代理關心疫情相關消息 桃園今天新增8例確診 其中4例是3名越南籍移工 跟1名台灣籍的朋友 到經營美甲店工作坊的越南籍移工 按18677做美甲確診 雅序電腦部分新增2例 另有一名帶有電子圍離的雅序員工 居家隔離期間擅置的離開 並且飛往金門 衛生局決定開罰30萬 加貝爾幼兒園以及前都刷刷過 群聚感染衍生的就是 一位越南籍的自營美甲工作坊 18677 衍生出他幾個顧客 他們當時有同行的 三位越南籍的另外一個職場的員工 以及職場的同仁 總共四位確診 那麼都是自營的美甲工作坊的顧客 這個也是我們匡列的 我們匡列的這個範圍 在說明一個個案是雅序的員工 他是屬於在家居家隔離 有使用電子圍離 昨天我們警察局有發現 那麼他離開他的住所 他是搭飛機回去金門 那麼因此桃園市政府警察局 跟金門縣政府警察局立刻聯絡 那由金門縣警察局 那麼安排這個 這個居隔中落跑的這個民眾 那麼這個要安排就地居隔 那這已經違反了傳染病防治法 所以衛生局決定開罰3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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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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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